这是一个教你怎么在高好志愿填报当中 如何选学校 如何选专业 如何报志愿不后悔的付费专栏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开始讲的是一个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 所有的老师都在讲一些好的专业 热门的专业 怎么张老师今天你要讲的叫什么 叫十大最冷门的专业和方向 那我是讲这个干嘛 我们家孩子最冷门的一定不会报啊 这说明你对张老师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跟你讲没有人报的那种专业呢 那种专业我说实话 对吧 讲的你也不报 我讲他干嘛呢 浪费时间浪费你的经历 我的经历对不对 那我今天要给你讲的是什么 叫十大冷门专业和方向 我给你说这些东西你不点后悔 你不看会后悔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们把这个十大最冷门的专业听完以后 你会发现这些专业基本上就是在你目标院校 他的各个专业录取位次当中 录取位次最低最低的一些专业 基本上你够这个学校的提挡线 你就能上的专业都是这些专业 但是往往这些专业啊 蕴藏着很大很大的就业机会 所以说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又好 又好考 对吧 就业非常好 但是没人报的一些专业和方向 所以说什么叫不看后悔 不听后悔啊 就是说这些特别特别好的专业啊 你了解了解 即使你分不够高 你超长老师我们家孩子分不够高 要去复读吧 要不就怎么怎么样啊 但实际上咱们有其他的选择 就是可以报考那些所谓的冷门 但是他真冷吗 不冷门他就业非常好 咱们今天呢 开始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啊 这样的一共有十个 这样的所谓的冷门专业和方向 挽救你 可能考的不是很理想的高考成绩 咱们也可以就业很好 首先第一大类啊 咱们今天先讲一大类叫做植物生产类 植物生产类呢 是属于叫农学的范畴里边啊 因为很多同学一报考之院的时候 就是张老师 我就不喜欢这个农学啊 张老师我这不想种地啊 总以为稍早说 我学农学就是种地的啊 就是养猪的 就是养鸡的 哎呦 你以为现在种地啊 养猪啊 养鸡啊 你以为这专业现在不好吗 所以说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些 让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的啊 不是很了解的 叫植物生产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作物生产类的专业介绍啊 那么作物生产类呢 是研究作物生产科学 作物育种 这个哪些种子比较好 要把一些好的种子留下来 对吧 作物栽培方面的工作 其根本任务是什么呢 实现作物的高产 就是说大家 你会发现 接着我们在种地的时候 不管你种什么啊 你玉米啊 棉花呀 烂七八糟 种各种东西的时候 我们总在提借一个东西叫 母产多少多少斤 对吧 母产多少多少斤 对吧 如果说我们能实现作物高产的话 我们的利润怎么样 是不是就往上增加呀 是不是 然后优质 高效 生态安全的 来生产我们的农作物 那么本科设置的专业啊 大家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报专业的话 那属于植物生产类的专业有 首先有个大的叫农学 这两个字就很大 这两个字非常大 如果说你本科学的这个专业的话呢 你那么到研三的时候啊 那么你到研三的时候呢 你就要分相应的方向 其中啊 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专业 就是这个叫做原艺学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专业方向 包括像植物保护 植物科学 包括像种子科学与工程啊 原来种子科学与工程 不是列为一个单独的本科专业的 它是放在怎么样 农学下边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学校怎么样 把种子科学与工程 这个专业研究的很透 很细 可以独立的来开设 这样一个本科专业的 就把它给带拉出来了 还有一个专业叫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那么其中原艺学啊 原艺学包括像果树 包括像蔬菜 包括像观赏植物的栽培 繁育技术等等等等 大家你会发现像原艺这个专业 说老师 我到底是种什么的 很多人以为说 老师我学了原艺专业 是不是就种花 种草 种各种干的花 种各种干的草 其实不是 我们把所有的经济作物的栽培 都管它叫做原艺学 比如说像果树 比如说像 什么 棉花 比如说像什么 烟草 这个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原艺学的范畴之内啊 所以说大家你要知道原艺学 包含的内容很多 它不只是所谓的啊 我们以为字面上理解的那个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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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朵 当然原艺跟另外一个专业呢 名字叫做很像 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专业 还有一个什么呢 叫做园林啊 叫做园林啊 那么像这个专业啊 原艺和原类有个很大的差别 在于园艺它是干嘛的 排养果树蔬菜这种经济作物的 倒是园林的话怎么样 它是一个单独的叫林学的一个学科 种树和种这种所谓的这种果树啊 它不太一样的啊 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专业 另外的话原林 大家你要知道原林它有什么 有一个叫种树 包括还有什么 包括还有设计 如果说你要是说设计原林啊 原林设计 那么像这一类专业 它是属于工学 而原林呢 它是属于农学啊 这个大家差别一定要了解一下 那么未来啊 就业的话就业前景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像我所说的 随着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我们对于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一定会增加 就业前景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广阔的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一些农作物的了解啊 对于农作物的看法 比如说我就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什么呢 就是大米 就是大米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你们在吃大米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过那种大米的品质 如果说你到超市里边你去溜的一圈 你会发现最优势的大米是什么大米啊 最优势的大米就是我们东北大米对吧 然后在东北黑龙江省有一个地方叫做武昌对吧 然后有个武昌县对吧 武昌大米对吧 有一个品牌叫做武昌道花香 说那个大米多好吃多好吃 以我自己的切身体验啊 就是我在东北生活 然后的话我在河南上的本科 包括说我也去过海南 去过广东的一些地方 真的大米的质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因为有些地区怎么样 种一些农作物相对比较好 而有些地区种一些农作物呢 就相对没有那么优质 而同样的纬度 同样的片区 我种什么东西 能使我的经济效益能够最大 能使农民获得更好的利润 能使我们相应的农业从业者 获得更好的利润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研究的方向 而人一定要怎么样 人一定要吃饭 人一定要吃饭 而且我们现在要吃的 不但要吃饱 还要吃好 还要吃健康 所以说的话这种农业类 这个生产种植类的专业 未来一定绝对会有大发展 我们下期中等任何不能吃的 还是给我们起来 我们下期中的农场 但是我们下期中的农场